是入軍航特部配合漢光39號演習 一早在屏東加東的昌榮農場 執行聯合反空降操演 由特戰散兵模擬敵軍全副武裝 精準落在預定地 C13洞運輸機搭載國軍弟兄 連續進行四波次高空滲透跳傘 空降畫面十分震撼 緊接著進行漢馬車空投 重達9700磅的漢馬車 使用三頂投入傘 從1100英尺的高空空投 整個著地距離偏差範圍在50公尺內 漢馬車在解除束縛之後 得立刻駕車投入戰場 比起人員跳傘更加困難 操演充分展現了 國軍反空降的作戰能力 讓軍事迷看得是目不轉睛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